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咱们本来聊到就是60年中国文学文化里头关于性关于男女的角色关于爱情对吧但是一聊这个最后聊到了王老师的太太身上崔老师身上这就说到张老师你再说说跟张鲜亮还有这么一出呢对因为我在场那是那不知道几年前在山东开一个会议然后不知道这话题怎么说到这儿了谈文学然后就有人就是好像指摘张鲜亮觉得他好像 很风流嘛不仅从文学观上还是从行事上然后你看人家王猛人家对太太那多一往情深呢就是觉得他很不像话然后王猛呢就非常大度的说各种各样的都有嘛都可以嘛都很好他很欣赏张鲜亮 然后张鲜亮自己就上台表了一个白我记得印象就是他有一句就是说那当然了人家王猛碰到了最好的女人所以他没有我这样的问题 而且下边好像还说了一番话 他是这样啊是那个2003年在青岛啊举行一个对我的作品的讨论会那个张鲜先生发言里头提到嗯 嗯说王猛是一个没有绯闻的名人还真是我没找到他有绯闻 嗯张鲜亮一开头啊他是很猖狂啊他听了以后啊他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他当着一一大堆年轻的女作家 哦有一大堆年轻的女作家都说没有绯闻怎么行嗯没有绯闻还能写小说 哈哈哈哈我要批判他哈哈哈哈别人就给我报告过来了啊就把这个告密来了啊 玩笑告密对对对啊说你要知道张鲜亮可扬言要要批判你了哎我说欢迎欢迎很好很好是吧你要有个人批判不更热闹 哈哈等到他发言的时候他改了说别人说王猛没有绯闻他不需要绯闻然后如何如何然后就说如果一个作家他被异性所冷淡 被异性所抛弃被异性所背叛他在没点绯闻你们还让他活不让他活呢哈哈哈哈他变得悲情万种 悲情万种哦给自己风流找理由呢对还撒娇啊这是很有意思一个情况但是涉及到这种男女观的变化哈我觉得倒是有各种角度可以谈我我到突然联想到就是说我父亲当年有一句话我好像也跟您提到过就是说 他认为呃最完美的爱情还是一见钟情白头偕老哎这个啊我知道也是张老师长期以来对这个王老师非常好奇我因为一直看到是有了名的对对对对对太太真是这个我我我我我我认识王老师多年在各种场合会议上见到这种形影不离 抗力情深我说实话我看了我跟你谈出来说我是又羡慕又嫉妒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长大过来这个性观念当然经过了好多变化就是像您说的这三十三十年来的变化 这种喜新厌旧我觉得最后都变成就是大家认为这是人性吗我自己完蛋看了以后我就经常反省我说的我这个就是说也没想像我爸爸和我都没赶上这种就是说古典爱情我觉得那那那那已经这样了这我只能改造到就是说从喜新厌旧到喜新不厌旧怎么能像您这样就是您运气好就是说还真的是他们两个人感情 常年人也已经被称为古典事了不是就是说他他怎么能就一碰就准然后到最后还一直是感情特别好 这里头啊我也得承认多种多样的情况嗯是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欧洲尤其多北欧尤其多就是说根本不结婚嗯就是同居对然后同居到发展到什么程度啊连一块住都不一块住啊见了面了是吧一块这个是 是吃喝了还是拥抱了还是做爱了完了以后走这样咱们中间不会发生任何的矛盾啊啊而且这个金钱上都非常的注意就互相给对方留空间哎哎哎哎哎我在那个呃一个原东欧的国家那有一个华人在那做导游嗯嗯她是原来和一个东欧国家的一个女性同居很久嗯她就说她很多事情她接受不了后来分开了还娶了还是咱们国人呢 差你做老婆我她说我说你有什么接受不了她她说她来了到我这儿啊俩人亲了完了呃抽了我两颗咽哎然后他给我撂下比如说哎呃一欧元这个你撂下一欧元呢一欧元啊就算账算道我不白抽你这几根烟好家族哎呦我也认识一个好像还是有点名气的这么一个女学者 是澳大利亚的对她和她丈夫两个人好了三十多年还结了婚但是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各每个人自己有一栋房子互相访问哪天晚上像住在这儿对或者住在那儿但是始终如一当中也嗯各自都有其他的男友女友情人但是两个人一直是保持这种关系到老了还是在一起就是但是他不住在一起啊哎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 是就不同的文化是吧不同的条件甚至于说不同的运气哎是不是您说刚才这个其实我非常欣赏啊就是这是呃领尊大人吧他说的这个嗯一见钟情而又能白头偕老一见钟情很简单对说明他互相有足够的吸引力咱们起碗这么说吧是吧互相有足够的魅力对对对对白头偕老呢当然就说他们就又能一块携手 经过这个但是这个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啊对我就发现呢这个这个这个是所有女人其实内心深处啊都会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梦可是实际上他有一个保鲜问题啊他不咱不是说五天党员保鲜就是您比如说您这个跟崔老师他怎么保鲜呢这我不想谈我个人这是非常的私人生活的私人生活的一些事但是我就说我我仍然认为是啊 呃这个不管你们几位怎么台语我怎么设计我啊我不推广经验我不推广我也认为这个美人有个美人是很个人的你情况你不要推广推广了也没用对吧他那正打离婚呢我去跟他一推广他就信我了不可能的事我又不跟那个一块睡觉啊我哪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呃所以所以有各种就包括欧洲的那种情况我们中国人是很难接 接受的嗯你看在那个有一阵美国演的那个电影那个艾米泰姆嗯谭恩美的喜福慧吧他也写一个中国女人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嗯每月他们要一块倾账啊倾账的时候他那也是讽刺美国小男人那个美国小男人跟那倾账的时候那一副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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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 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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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 就不承认有爱情 对 我们就是性 不是爱情 所以呢 其他的都分着 我在参考消息上还看到这个 说是 也是欧美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认为爱情呢 是一种神经病的现象 因为爱情当中的很多的反应啊 都和精神病人呢 是一致的 这个当年就启蒙世纪 那个培根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 他他其实讲的就是这道理 他说爱情使人的智商降到最低 在爱情中人的判断力是完全没有了的 他他爱的如痴如醉 所以他就根本就是说是个傻子 但是现在研究到荷尔蒙水平了嘛 就说其实有两种荷尔蒙 一种呢就是最长不超过三年 这个科学家研究就是 你哗一下就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这种激情啊 最长不超过三年 三年之后一般就分了 但是没分的是因为什么呢 最近也有研究了 说没分的时候 是因为那种激情荷尔蒙消退了 但是代之于一种啊 比较温和的荷尔蒙 就是大概类似于我们说的亲情 亲情 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很久 对对对 所以婚姻和激情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里头啊 它和文化和传统和具体的条件和运气都有关系 所以你为什么说清关难断家务事呢 没错 我确实我不愿意判断这个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们所不喜欢的那种情况 比如说把这个情爱的关系性的关系呢 变成一个投资 对对对 或者把它变成一种一种一种手段 或者是一个就是那些非人性的东西 如果要是掺和进去推多了 就会让你非常烦 是是是是是 还有各种文化传统里边 这个对钱和情的关系 男和女的这个这个位置也有一个不同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 如果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 他老在那算账 说你该多少我该多少很败性很不风雅的一件 这是东方人的一个至少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保持的一个习惯 上次咱们说到张爱玲 就是说 徐子冬我觉得误解我的意思 小团圆 小团圆 对就是说呢好像 张爱玲你看就是老给徐兰城钱 然后徐兰城呢 作为一个男人 胡兰城 胡兰城 不是徐子冬 胡兰城 加一份徐兰 别给他 对吧 谢谢四眼广告 枪枪三人 请广告之后见 刚才从这个徐子冬说到徐兰城 然后再到胡兰城 我说是胡兰城 就是子冬呢 就说你看 哎没想到小渣你还重视钱啊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啊 就是说呃他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传统里边 我们老说好妻妾成群 好像就是说呃这个这个女的是要被养的 其实他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在传统文化里边真的是男的就是女的不能出去工作呀 所以男的你要是财力雄厚他确实就可以养很多女的这个时候呢你是要养的你知道吗 然后呢你就没听说农民就他他就他就没有器械成群了对不对 他兄弟俩还娶一个媳妇呢 他有一个经济的底子在这但是到了民国的时候他有点在转型 就是说自由恋爱男女都可以工作都自立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湖南城呢就好像变成一个就是说我不负责任啊 我我你们你也自立张爱玲也自立我就不付钱我就走 而张爱玲其实且不说他家庭已经败落以后钱对他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作家其实很重要的 而且他跟苏青好像还有过一个不是争论也不是就两个人看法不同 苏青就是那种新女性啊我花自己挣的钱我是女性的骄傲 而张爱玲呢就更复杂一些他就说呢是我也愿意女性独立尊严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女人被他所爱的男人这个男人给他花钱 呃吃饭请请他吃吃好饭然后给他送很讲究的礼物 这是一种女人的快乐呀他是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钱的问题 在这点上我就觉得其实张爱玲倒是有男气的 他到最最后他还给那个就是那个老作家美国他要养他 而这湖南城倒真是一个小女人的心理就是我提了裤子就跑 反正然后你给我钱为什么然后下半身作家是吗 对啊他就是好像那新旧价值观全是乱的你知道我又要当男人气体成群的便宜 然后我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你说起这个我倒想最近这个张爱玲反正至少在港台那边我觉得是个大话题 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一出来自传题小说这一出来是吧还听说那天他跟徐子东在这吵这个话题 说王老师看了之后笑了一下我觉得王老师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的这个但是我呀对这个发言权非常少我已经下了很多次决心了就是我要认真阅读一下张爱玲的小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的那些经历包括我的那些阅读的经验呢使我接受起张爱玲的有一定的困难我感觉我看不下去我看不看就觉得没劲我宁愿也看丁玲 我宁愿意看一个女性啊是是怎么革命啊是怎么不革命啊是怎么受冤枉啊或者怎么抗日啊还是怎么抗德啊我愿意看这个啊 我这个他这个我实在是我最近还又借了两本到现在为止我的阅读还没有克服这个我承认我是我的可能我并不无意借在这里头来批评批评张爱玲 但是就是沈苏文我能接受啊你不是革命文学的问题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学我也能我也能接受啊说到这儿 俄罗斯正常案我也能接受啊对不对他跟革命不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但是张爱玲的那些写法都不是我所喜欢的 比如一上来就没完没了的写几个人在那说话他我就里头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那种特别深透的那种对人生的带有哲理性的或者带有发现性的我相信他有我还没看到 您是不是觉得不是细致而是琐碎啊是啊也有这也有这方面包括那种就是许子东上次我记得还用了一词说啊他要没有这样的痛苦的爱情他就写不出这样凄美的文学来是我觉得这种凄美的审美就说到这我也顺便说一句我其实对张爱玲也不是觉得像很多粉丝疯狂的觉得他是一流的大家我还真觉得就这凄美就限制了他他就是一种凄美的文学奇力的文学 他的眼界没有超出这个包括他的男女关系我说的都是这一点他的视野老是这种你是什么叫凄美啊就是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一个美丽的蝴蝶在一面雪白的墙上被打死了开出一朵雪花来你觉得很美但是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就枯萎了死在那了他只能开这么一朵花跟他同样的女作家 我且不说咱们中国的其他革命文学里边就是比如说像奥斯丁这样的女作家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是一辈子没嫁人按说他的视野也有限吧可是他就写出了整个那个社会背景后边好多东西殖民地时期的英国但是他通过一个男女的客厅里的故事我觉得他人性里边有一种温厚而张爱玲就好像最后有点刻薄对我看这个小团圆呢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你就假想一个他从小这个父母亲方面有点问题的人呢对你想他的世界有点像他说用一个白像白蜡的一个魔疯了起来他对外界世界啊有一种隔绝这咱就说这小时候说是自闭自闭那么他的这个小说方面的观点呢是说他认为虚构是虚构不出来现在发现那都是他身边的人和事对对那么他就认为说一个作家我只有写我真正经历的我真正了解的过去有人批评张爱 他还曾经做过答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我比如写革命写战争写社会现实他说写出来也是假的因为我不了解我只能最诚实的说我自己那么甚至于我觉得你像他写这个小团圆跟过去湖南城写山河岁月两人的恋爱经历啊我就觉得还是那句话他想写出点真实的感受其实他这个是想写出啊爱情没有那么美好有很多私心杂念在里头而且你会感觉到啊 他实际是执认真实的他想过去湖南城看到他觉得是惊为天人觉得这是一个神仙一样的女人可是我觉得他呀是想捅破这个窗户纸实际上写出来的我就觉得他心里跟任何一个女人想到的都是一样男人乱搞之后他心里的这种醋意酸心两意都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走出去我也是一个女的我承认他的这种心理都是很真实的很多女性甚至男性在一个恋爱关系里边 也是也是很吃醋很嫉妒的但是他没有把这这一步跨出去以后看到更广阔的视野就像你说他不能写战争与和平确实托尔斯泰他为什么他就有那么多的这个画面他从那个开始那个花花公子他后来又克里米亚战争他又贵族他视野大包括我觉得王总说那些叮铃什么的他们也是大小姐但是后来他们又走出去了他有更多的视野大视野小能不能作为平 评价文学的标准我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价值来谈但是我我只能说我个人受这个影响鲁迅有这么一个话这是他说这个爱情要有所富利富是富属的富力是美丽的力就是爱情本身呢因为中因为这是毕竟是人的爱情是吧他不单纯是一个性关系单纯性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做生理学的对象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体育的对象这个来研究这个双方的体能啊有什么情况但是他不是文学文学他总是和生活有关系的是不是他和个人生活有关系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说那个我说这个这个在开始革命文学时期婚姻恋爱性也是一个革命的话题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很多东西呢他往往又是和市场和金钱 联系在一起的嗯嗯至于张爱玲的他说的这些东西来说我现在还抓不着那他当然他不会是和革命联系起来的嗯他也未必是和反革命联系起来的嗯他又不是和金钱联系起来的因为他本身又不存在一个说是驾汉驾汉穿衣吃饭嗯他又不属于那种情况嗯或者现在是要公关小姐要利用自己的姿色来 哎呃推销一种产品 存在不存在一种边缘人对就是说他的世界那给生活确实跟外界世界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我自己的这件事 那里边的一个一口小天井但是他叼得很细这完全可能这完全可能而且这个东西呢你也这个并不等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嗯嗯 是不是哎你那你要说价值判断的红楼梦写什么特别大的事了啊红楼梦那是三国演义的场子是是是是啊红楼梦也没有也没有水火转的 人人当土匪还杀个痛快呢就一大关员哎他就一个大关员几个小女小女孩一个一个这个小小白脸嗯嗯嗯嗯他没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写的很小很小嗯嗯也可以有他的深刻性对可以有他的哲理性就连那个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最感动我的爱情诗之一 我有时候念起这个巴克斯来我真是能落泪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里头他这里的没有革命也没有反革命也没有地主也没有天农也没有经济也没有市场 但这里有什么有一个生命历程的问题啊哎呀哎呀从生起来到老啊谁能对这个事不感动啊是您现在还没有75 哈哈哈哈对不对啊等到您75的时候你一想哎呦我比如说跟自表的哪个人谈到欣赏您吧我希望是太太不是太太我也不管 哈哈哈哈哎说你拉了台来 呃原来你们年轻的我们在块儿帮我们跳跳的会不会好像拨手摸右手呢哈哈哈那是您的那您的您的隐私了 好